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流的诗句 实用的课程 全新的培训方式 最佳的学习平台 精心传授管理经验 全面提升管理技能 时代光滑管理课程 真诚创造成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他就说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怎么样怎么样 讲了半天 结果呢 我自己衡量 我可以替他决定 我可以代替他决定的 我就决定 我不能够代替他决定的 我就让他决定 我请问你是不是这样 他的授权 我能做的 我就做了 我超过那个范围 我觉得我不能做的 我就跟他做了 有一天 我的老板从外面进来 很不高兴的样子 就叫我 怎么说怎么说 你过来一下 我就过去了 他说有一件事情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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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替我决定了是不是 我说是 有那是我替他决定的 他说这种事情 你都可以决定的话 要我干什么 我这个老板做假的 你秘书最大 你什么都可以决定 我说八千八千 我以后改进 因为他讲得很对 我凭什么替你的决定 所以我就格外小心 很多事情不敢决定 就给他决定 他的桌子案件就越来越多 他又把我叫进去 怎么说怎么说 像这种事情 也要我做决定是不是 我说是 如果这种事情 也要我决定 要你干什么 你轻松的很 你想把我累死 你干糟糕不糟糕 我替他决定 他就觉得我侵犯了他的职权 我让他决定 他就认为 我没有尽到责任 这次我又道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回来越想越不对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对不对 做了他还不高兴 不做了他还不高兴 所以我就进去说 我不干了 老实讲一个人 不干是最大的 他马上请我做 泡茶给我喝 他说有事好商量 怎么能不干呢 我说我没办法干 他说你有什么苦恼啊 我说我决定了 你也不高兴 我没有决定 你还是不高兴 偏偏我自己想了半天 我不可能做你的 肚子里面的回虫 我怎么猜得透呢 他讲了一句话 到现在我不会忘记 他说真秘书啊 如果别人讲这种话 我都可以接受 只有你 没有资格讲这种话 你知道吗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要嘛 不要答应人家当秘书 既然答应人家当秘书 连这种本事都没有 你在干什么 你看又是我错 你慢慢去想 我是当时我才想到 中国人的事情是永远讲不清楚 怎么讲得清楚 我不相信你讲得清楚 对不对 你跟太太讲 我们现在要量入为初 要不然借债是很辛苦的 所以请你把每一个预算列出来 太太就有个答案 那以后我从头不管 你去买好了 他心里想我为家 辛苦 你还有列预算 你当老板吗 你看 对不对 你慢慢去想就好了 随着你这一套 西方人是这样的 西方人回去都记账了 西方人你不要看他在外面 好像两个人很亲密啊 推了一个车子买东西啊 没有那回事 一回家你看 西方人家庭记账 多半是先生 就把所有东西搬出来 先生就拿一支笔 然后嘴巴都讲 Honey 都叫Honey Honey 这个东西是你要吃的哦 记你的账 你看记他的账 Honey 这个东西是你讲好要请我吃的 记你的账 都记你的账 清清楚楚我跟你讲 哪里有时候是像我们这里说有钱一起用 没有那回事 为什么因为他随时准备分家 西方人是随时准备分家 所以那本账簿很清楚 中国人就是不想分家想混了 所以才没有账簿嘛 我们现在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 那很多人就很关心 到底我们要怎么办 我想我们一百多年来 我们是不是试过 什么中学未提西学未用行不同 全盘西化也行不同 都行不同 对不对 我现在只有三个建议 二十一世纪 是全球化的时机 全球化 我问你全球化我们要做什么 全球化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使中华文化 变成世界的主流文化 不然你全完了 各位你想想满清 他得到中国以后 他失去掉自己 他失去掉自己 你看现在满洲文化 满清的文化没有了 不见了 就是因为他们 几代的皇帝 都是一心向汉 汉化 汉化好不好 我们现在不讲他 我们只站在满足的立场来讲 全力汉化以后 满足文化没有了 不见了 所以你如果学西方学到最后 中华文化不见了 那是谁的损失 是我们的损失 当我们通通像美国人那样的时候 中华文化就不见了 这是值得我们想的一个问题 全世界都在争这个东西 都在争这个东西 谁是世界的主流文化 他就会生生不息 我讲文化方面 不像人 人的都是造火 第二个 西方的东西其实是兔儿 兔儿就是工具 你不要怕 工具可全球通用 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很多人提起这个麦当劳什么 我不晓得他在认为麦当劳怎么样 你看收银机 全世界都可以用 收银机并不是只有美国人才可以用 因为那是工具 但是我问你 你的商店如果使用收银机 我现在问你 你碰到一个问题 人家外国人 说一个 十块钱 十二个 对不对 八十块 他可以 一个卖十块 你如果一次买十二个 我就算你八十 他外国人就很照规定 我要买一个 我就付十块 我要买一打 我就付八十块 那张国人呢 张国人一看 十二个 他不管这个 他看这个 十二个八十块 那一个多少钱呢 哦 一个七块五 那我先买一个 我就付七块五 你拿他怎么样 我拎掉他怎么样 你说不行了 我们要一打才算八十啊 他说我是买一打 我先买一个 我明天又买十一个 因为我今天钱的都不够 你说不行 他拿了一个 丢七块五给你 他就走 中文的购卖行为 跟西方人不太一样 外国买一个 就给一个钱 买一打就给一个钱 中文他就买一个 但是他要比较买一把的钱 他东西丢了 钱丢了 人家 你怎么打 你开始打 卖一个七块五 那我问你 你是老板你怎么办 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外国人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卖七块五 你就赔两块五 我就扣你的心思 中国你敢这样做吗 你试试看 就是活生死的案例嘛 你再怎么学美国 你学不像 就是因为中国民族性会这样扯来一场街 但外国人不会 外国人你怎么规定 他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 他就不接受 他就是两个一番两个人 中文我接受 我不照你的 照我的 你没办法吧 我问你你有什么办法 我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 对不对 你在国外 要么就是冷的 要么是热的 中国人 冷的 不要 热的 不要 要什么 稳的 你惨了 到了 然后 这个价钱怎么算 争来争去 中国人脑筋太发达 花样太多 那个计算机应付不过来 还应付不过来 请问你怎么办 我请问你怎么办 中国是 骂 你怎么可以这样卖 骂完了 算了 一定是这样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你要骂他这样不对 那我问你 这不是矛盾 你接受就不要骂 骂就不要接受 中国不是 骂了就接受 外国人每次问我 那这样没有意思吧 你既然接受你就不要骂 那骂了你就不能接受吧 没有 中国骂是骂给其他人听的 以后大家不可以这样 接受是因为你已经做了 算了 你如果没这样调整 你带不了人 你带不了人 你看沃玛 我们这里认为沃玛很好 我那年在美国 美国的那个杂志 首页就是沃玛 他们讨论 沃玛真的那么好吗 我到沃玛去 那个顾客很多 付款排长龙 他只开一个 只开一个 就让你等 旁边两个沃玛之音在那里聊天 他不收钱就不收钱 你帮我怎么样 我不晓得你没有发现 欧美那个卖场之大 你要付款都要找半天 不要到哪里去付款 哪像我们这里这样 所以每个地方有它的风土人情 有它不同的方法 你没有办法学 但是工具全球可以用 下面加一句话 用的有效的方式 各地方不一样 各地方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学的是 把全球化的管理工具 在中国这个地方 把它用得很有效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那我再讲清楚一点 21世纪 有形的部分完全是西方的 你不用担心 我们是无形的东西 用我们的无形的 去运用西方的有形的 就是我们的哲学 用他们的科学 那是对的 科学你放心的学 没有什么不能学 但是我们的哲学是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你看外国人你去照相的时候 所有人只要看到你照相机在这里 他会停下来 他让你照的 中文看到你拿照相机 他赶快跑过去 所以你照都照到人家的背后 你慢慢可以看到 外国人他是 有的是时间 中文就是急着这个时候 就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人太多 你一等我一等 那所有时间都耽误掉了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开车子 是抢时间 不会烂路的 一烂路你就开不动 你一烂 一步结构一步结构 三小时你还不能动 后面又啪啪啪 你做好人这样做的吗 你不急我们急你知道吗 你看你完了 你闯过去对方啪 你停下来后面啪 最后气起来自己啪 我问你 你能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所以好好去想一下 我再说一遍 哲学 生活方式 其实我一直认为是这三个字 叫做不得不 那你没有太大选择 不得不 你看我们 人这么多 车这么多 请问你能够维持 保持车距 安全的距离吗 你保持得了吗 尽管我们的路上 也跟西方一样 我们的交通规则 也学西方 你就是没有办法 西方一定前车后车 一定有很大的距离 中文你保持距离 第二步就插进去了 再保持距离 第三步插进去 最后你退到原地 人家统统到了 这很现实的问题 西方人开车 只要黄灯一出现 他就停下来 中国人也看黄灯 只不过我们看这边的黄灯 我们不会看那边黄灯 这完全不一样 所以美国人坐我们的车 都是紧张的要命 后来他才搞呢 他说里面中文眼睛怎么是斜的 你看我们看好绿灯 看那个 我们不会看这个 这都很奥妙的 你好无办法 坦白讲 你怎么骂都没有用 那边黄灯 就知道这边绿灯快来了 就争取那么一秒钟就够了 要不然我赢什么呢 就赢那么一秒钟 你慢慢去体会吧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也不必羡慕人家 也不必自己说我标榜自己都不必 我们是不得不 不得不这样 你看西方人一回家就把电视机就打开了 中文很少讲 为什么西方人会一进门地步就把电视机打开 为什么 因为他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就他一个人 人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开电视机 只听那个声音不讲 不听他的内容 管他讲什么 他就觉得有人跟我做饭 中国已经吵死了 你还开收音机 你还开电视机 你慢慢去体会这些东西 生活方式不是哪个人创造的 是自然而然不得不会形成的一套东西 那叫做文化 好 我们最后一个单元是 大家要把授权当作一种荣誉 当作一种荣誉 你看啊 获得授权 是最高的荣誉 你不可以拿来向别人宣扬 不可以 你要很珍重 很珍惜 难得有这样的默契 难得碰到这么好的老板 可以放手支持你 那你去发挥你的理想 这是很难 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真诚创造成功 时代光华 部署能够获得上级不成文的授权 心中应该充满了喜悦 非常有面子 你看诸葛亮就这样 诸葛亮他最感谢刘备 就是给他机会 就是给他机会 如果诸葛亮一生没有碰到刘备 他就默默无闻 就死在 老死在他的家乡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世世代代都有诸葛亮 不稀奇 但是很难的碰到刘备 是刘备了不起 不是诸葛亮了不起 哪里没有诸葛亮 三个臭皮匠 就是一个诸葛亮就出来了 到处都有诸葛亮 就是运气不好 没有碰到刘备 所以无论如何 诸葛亮要为刘备鞠躬尽摧 我们来算算这个账 你就知道 给人家内心的喜悦 有多大好处 诸葛亮很不幸 54岁就去世 过分操劳 诸葛亮什么都值得学 就是他 一个东西千万不能学 叫做势必攻心 诸葛亮这个东西是不能学的 势必攻心 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处理 最后瑞识自己 54岁就阴连早逝 如果诸葛亮活到70岁 我看整个的三国会改观 会改观 你等就好了 等着曹操时了 等到孙权时了 等到大家都识光了 他就出来了 我根本不要做事吧 诸葛亮很不幸 54岁时了 他几岁下山 27岁下山 一共服务了27年 刘备三顾茅庐 三次鞠躬 刘备每次向诸葛亮 鞠一次躬 诸葛亮拼命九年 都划得来 鞠三个躬 整个寿命就死掉了 最会用人的人 就是用鞠躬来夺人家的寿命 老实讲啊 诸葛亮没有碰到刘备 他不需要那么卖力 他那么卖力干啥 他尽力而为就好了 不要全力以赴 就是他很不好意思 人家对我这么好 全力支持我 完全授权 那我还能怎么样 但是我告诉你 你最后刘备还是不听诸葛亮的话 关公死了 张辉死了 刘备一定要报仇 诸葛亮知道打不过东吴 就劝他不要报仇 这时候报仇你根本 白白送死 可是刘备不管 诸葛亮的话他就是不听 亲自带兵 最后死在白地城 那我现在问你 刘备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是对还是不对 如果刘备很听诸葛亮的话 他不去打 好不好 那桃园三结义整个没有了 那关公在天上就开始叫 刘备你是大哥吗 大哥怎么这样子 你也完了 然后我们就认为 刘备完全是利用人家 什么三结义都是假的 刘备不得不报仇 然后大家觉得刘备了不起 他们三兄弟了不起 反正最后国家是没有了 就算他求求求到最后 交给阿斗也是没有 你这样想就可以 刘备是因为听诸葛亮的话 才有势力 才有表现 刘备就是因为不听诸葛亮的话 才会流芳妄似 令人感动 这样子对 你完全听也不对 完全不听也不对 就是听到好像没有听一样 没有听我很听 听我就不听 标准中国人 好好去体会一下 我们这套学问是很有趣的 非常有趣 而且用在哪里都通 都通 你用在外国也通 深圳用中华文化的这种力道 全世界没有人赢得过我们 我在旧金山就亲自看到 有个小姐 她去租人家房子租 一个月六百块美金 但这小姐很灵光 她知道房东又要调账 又要调账 她不能等到房东说 我要多收房租 她才跟她讨价还价 来不及 她就先下手一想 她心里知道 房东快要调账 房价 她自己根本不会做菜 她哪里会做菜 她就跑到唐人街 买些现成的叉烧啊什么回来 然后用个盘子转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就用那个纸盖好 就送给她的房东 房东打开来还照相啊 全家都是货 这个太好了 然后就跟那个小姐讲 我们房租照旧 不调高了 这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跟你讲 我在国外看太多了 只要用中国人越是小技 外国人都发胎 对不对 因为外国人脑筋 真的没有我们领观 没有我们领观 我们第一个要了解 对方要干什么 不要等到他很明显 不要 中国人都会看出来 你未动的那个证兆 他都会看出来 然后第二个 他会先下手为强 第三个 弄得你腹腹贴贴的 你去试好了 西方那套战术 其实是恩拼的 都是拼命打 打到最后才知道 啊原来没有人啊 那你统统浪费掉 所以就要跟外国人要钱嘛 你看美国就这样了 他有什么 打到最后才说 原来没有了 那我花这么多钱 像人家要钱 人家现在都不给他了 谁给他 所以为什么伊拉克 美国打赢仗以后 美国美金一直跌 你去想 照理说他打赢了 美金应该成才对 美金一直跌 现在全世界的货币 只剩下三种呢 你知道吗 这我十年前我就讲了 将来世界上的货币 只剩下三种 一种美金 一种欧元 一种人民币 赶快存人民币 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真诚创造成功 时代光华 第二个 必须好自为自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得来不易 要好好珍惜 好好表现 才能够长久 活得这种荣誉 千万不要大意 千万不要大意 我们人一大意 你看一句话叫做 大意是荆州 整个荆州都完了 你基本的地方 通通被搞走了 不能大意 孝心为妙 因为老板 随时会翻脸 无前 他随时会怀疑你 你越得到圣信任的人 他怀疑 一生的话 那就翻脸 而且做得很绝的 如果引起怀疑 如果被发现有弊端 如果被发现向外去宣扬 马上就会被收回 特别是这个 特别是这个 有人很喜欢喝茶的时候 喝酒的时候吹牛 其实那最不好 我们老板事情我告诉你 我说得算 这句话马上传回去 你第二天说什么都不算 就是你自己闯破 人家说你很有办法 你是老板面前的红人 你说得算 绝对没有 没有这回事 我样样要请示 你就可以说得算 这是阴阳复补 阴阳复补 你向外招摇 他就很担心 你自己认为这样 他更担心 我们会很放心 给那些不想弄拳的人 只要让他感觉到 你很喜欢拳 你在抓拳 他就开始怀疑 你会弄拳 这是自己要小心的 那我们把它说清楚一点 授拳人人都会 我们在家里也授拳 不授拳家里也没 没有办法运作 我们随时随地在授拳 只不过我们授拳的方法 跟西方人不太一样 西方人讲得很明确 中文多半讲得很含蓄 很含糊 他不会很明确的交给你 他不会 另外我们授拳就三个人 你看这办好了 就是授拳人 你认为你可以决定 你就决定 你认为你不决定 你就向我请示 我们一切看得办 因人 因地 因事 因时 而不同 不同 你只要做到老板放心 他全部授拳 他不在 因为有时候老板相信起来 他把整个的硬件什么都交给你 他也不在 中国人相信人的时候是非常相信 但是你要小心 他随时会变 是随便 是你让他变 我今天讲得很清楚 人与人之间 不是越来越信任 就是越来越怀疑 他是动的 他不是禁止的 所以当他开始怀疑你的时候 他会越来越怀疑 然后泱泱看不顺眼 最后他就跟你翻脸 他对你信任 他会越来越信任 越来越信任 他甚至什么事情都交给你 他没关系 我们要让人家越来越信任 不要让人家有怀疑 这就不容易 所以我当干部 如果我的老板相信我 我问你 我怎么才能够让他 对我越来越相信 我有什么办法 用口头保证没有用 你去跟老板讲 老板 你这么相信我 我向你保证 我不会有恶心 你可以 无条件的相信我 因为我会 无条件替你卖地 没有人会相信 口头保证 没有人会相信 我会怎么样 就是当我有一个 劳累死表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老板会不会怀疑 我这个劳累死表 从哪里来的 他会 可是他不能问我 他不方便问我 我就告诉他 他还不相信 那我怎么办 当我带了一个 劳累死表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的同事讲 我长这么大 还不知道我香港 有一个姑妈 还不知道 人家觉得 你姑妈怎么样 我姑妈怎么样 他突然间回来看我 送我一个劳累死表 真是好姑妈 我记得话 他很快会传给老板 然后有人打小报告 说某人得到好处 收了人家一个劳累死表 老板会说乱讲 人家是姑妈送的 你要替他想 值得怀疑的地方 你就提供情报 让他了解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该让他知道的 通通要让他知道 他就会越来越相信你 老板讲 中国人事情是很难的 我当总务的时候 我们招待客户 老板出面 老板在场的时候 客户 当老板面讲 我这个人低酒不张 从来不喝酒 然后老板就跟他喝茶 吃几道菜以后 老板说抱歉 我有事情 我先离开一下 老板就离开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 我们开啤酒喝好不好 结果一喝和二十四杯 二十四瓶 两打 我回去怎么报仗 我回去怎么报仗 我问你 因为老板亲耳听到 他是不喝酒的 就回来账面上 有二十四瓶 那是不是真某人带回家去呢 像这种你就要赶快讲 你不讲你糟糕了 可是你怎么讲 你去跟老板讲 老板说我又没有怀疑你 你怎么这样讲 可见你这个无地 此地无云三败两 你自己有什么鬼 不然你怎么知道 我会怀疑你 没有用 你不讲他就怀疑 所以我就会跟同事讲 我说今天这倒霉 那个人他 当老板签说他不喝酒 老板走了以后 他一喝 喝二十四瓶 其中只有两瓶是我喝的 你知道吗 这是我故意这样讲的 然后这话很快就传到老板那去 老板一看 二十四瓶 你只喝两瓶 其他都他喝的 他就够了 有人打小报告 他就不会相信 没有那回事 先把可能怀疑的门 把它堵住 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我们现在不是 现在都说我反正没有骗人了 我还怕你吗 这不对 这是不对的 我没有对你不起 你就应该相信我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舍身处地 他可能怀疑什么事情 我事先把他防堵住 我要保护我自己 那这样一个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那你有什么戏场 我再说清楚一点 我们不可以去攻击别人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 攻击别人 没有好处 不保护自己 对自己不行 这才叫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保护自己 我们不会去攻击别人 美国人经常是攻击别人 他们叫侵略性 aggressive 美国人非常aggressive 中华文我劝你不要 侵略性高的人 人家看到你就怕 躲得远远了 你就打不了任何人 你打不了任何人 你看你摆平的时候 我要打人 所有人都跑光光 所有人你打 中华文要打的人 你说不会 好朋友 我怎么会打你 他才会靠近 才打得到 他说出其不意 攻其不卑 集中要害 一病呜呼 所以看起来 中华文化很圆滑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当你听到说 我不会打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就是准备打我的 他不打我 为什么讲 我不会打你 这样就对了 你就没事了 然后两个人就 推啊 拖啊 拉 没事 我的建议是这样 我们今天是不会推脱拉 不是推脱拉不好 很可惜 我们现在都认为 推脱拉不好 我们是不会推脱拉 我们现在根本不会推脱拉 你看人家那个 会推脱拉的人 他很快就把问题 处理得好好的 他很快 我要介绍一个人 我不会直接介绍给你 我不会 我责任太大了 将来用都不好 存怪我 可是人家托我 我不能不介绍给你 那我怎么办 我就介绍给他 他就介绍给他 他介绍给他 最后还是介绍给你 从会都给拳子过来 那我就没有责任了 你跟我讲不好 不好 我直接介绍给他 我没有介绍给你 那你要用他 我们这有什么好处 就是经过很多人 共同来研判 来过例 看看这个人 值不值得介绍 如果每一关都通过 那你当然可以用 你要去了解 不要认为中国人 盲目的推脱拉 中国人从来不盲目推脱拉 现在我们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要推脱拉 所以才搞了一套 一推一拖一拉 大家都轻松愉快 省事 一推一拖一拉 就没有竞争 就没有那种压力 就没有啊 只要记住 推给合理的人 就对了 推来推去 是推给合理的人 这样就没有错 否则的话 抢来抢去 经常都是不合理的人 脏上风 你看我们几个人讲话 你没有发现 不懂的人声音最大 他懂的人认为说 我讲力要听不听 是你家事 我反正我懂 不懂他就 讲到声音最大 真正去过几十次巴黎的人 他会告诉你 我不太了解巴黎 因为巴黎是很复杂的地方 去过一次就说 我最了解巴黎 巴黎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你看一次 你才会这样子 越不了解的人 他越会自夸自大 越了解的人 他真的越不敢去叙述 因为巴黎本身是很复杂的 你看巴黎两个区很清楚 一个旧区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几百年几千年 你都要修成跟原来一模一样 不然你现代化就不能现代化 你要现代化到这边去 巴黎如果没有那些旧的东西在 没有人要去巴黎 去巴黎更好 真正到巴黎会玩的人 是不会坐车也不会坐船 在巴黎观光一定要靠走路 因为他都是在小巷里面那个 最美的地方都在小巷里面 你如果坐车都看到高速公路 那全世界都一样 坐船都看到谁 全世界一样 到巴黎真正会玩的人 都是用走路 没有人会坐船坐车 巴黎之所以吸引人 就是他保留了古代的建筑物 一点没有改变 你才值得看 所以我们这里很多建筑商很糟糕 你盖了很多这个很洋式 很现代化 将来没有人要来北京 全世界人要到北京 第一个看禅城 第二个看故宫 第三个看天堂 一般的建筑没有人要来 人家到这来是看我们的文化 不是看我们的现代化 千万要搞清楚 何况你到天堂去看 天堂就有立交桥 天堂就有立交桥 我们总以为立交桥 是外国人的化名 其实全世界最古老的立交桥 在山西太原寺 有一个叫做靖池 那边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立交桥 你到天堂去你看看 中间一条路 是给谁走的 给皇帝走的 没有人可以走 但是那条路 是不平的 不是很平的 我到问你给皇帝走的路 怎么搞个不平呢 不平 他两边斜的 他不是平的 我问你为什么 天堂中间那条路 没有人敢走 完全是给皇帝走的 但是他不平 他是这样的 我问你为什么 太简单了 你如果坐平的 一定会积水 一积水 皇帝要踩到水 斩 你就完了 我现在弄这样 水都排掉 你不好走是你家的事 保护自己 一定要保护自己 对不对 而且我们可以跟皇帝讲 你皇帝走路很有无意言 这样的路一定走无意言 为什么 你不小心 不小心会摔跤 他就很有无意言 你看我们以前怎么整皇帝 你们看 让皇帝戴一个很重的帽子 重得不得了 他就不会弯腰头背 我们不能跟皇帝讲说 皇帝啊 你不能弯腰头背 你讲完他就杀你 我们弄个很重的帽子 他就知道不能弯腰头背 然后我们弄很多虚虚在这里 告诉他 你是看不清楚的 不要于你看得清楚 然后两个耳朵摸起来 就说你听不清楚 所以你要问别人 对 我们很会整皇帝 然后整到说 皇帝最伟大 皇帝有什么伟大 被你们整的整天这样 算什么伟大 我希望你从这里去了解 我们的管理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很多是下对上 但是我们都会造成上对下 西方人可以明白的说 How to handle your boss 怎么样去管理的上司 现在我们居然也把它翻成书 我劝你要买放在家里 不要放在办公室 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去买一本 去把它放在办公室 很快就被调走了 因为你老板 你整天都要管理上司 那我还被你管吗 你这种书在家里偷偷看就好了 在公司看干什么 好 我们讲了很多中国人的事情 讲得对不对 各位心里很有说 我从来不加任何东西给你 我只是把你有的东西 把它挖出来 让你更了解自己而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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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